李世民巧妙利用敌人之间的隔阂 化解了一次危机 解决了突厥的威胁 但是毫无信用的突厥又来攻打唐朝 甚至一度离长安只有咫尺之遥 面对这种重兵压境的情况 唐朝再一次忍气吞声 这次突厥入侵 对于唐太宗的名望 可以说是一次重大损害 尽管在后世的史料中 夸赞唐太宗是如何孤单英雄和料敌如神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这就是一次城下之盟 突厥对唐朝的威胁可谓越来越大 这是李世民亟待解决的问题 而不久之后 梁师都的突然被杀 可以说让李世民迎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那么梁师都是被谁所杀 唐朝最终究竟是如何解决突厥问题的呢 要解决突厥 首先必须解决的就是梁师都 这家伙太坏了 它导致整个长安城以北 这个官房等于是形同虚设 所以一定要剿灭它 这是重中之重 所以在贞观二年 唐军集结大兵 对梁师都发动了建国战争的最后一战 而且在这一战之前 应该说形势对唐朝来说非常非常的有利 为什么呢 梁师都这个家伙正在逐渐失去 突厥对他的这个支持 突厥这阵有点自顾不暇了 怎么呢 突厥仗下的那些部落 开始不断的有人反叛突厥 而杰利克汗四处去镇压 有点力不从心了 尤其是此时发生了一件事 什么事呢 杰利克汗派人前往长安 找唐太宗谈判 商量一件事 什么事呢 就是杰利克汗主动提出来 要用梁师都交换 逃到长安的契丹的首领 对于唐太宗来说 唐太宗敏锐地感觉到了一个信号 就是突厥已经开始放弃对梁师都的支持了 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他一方面拒绝了突厥的要求 另外一方面就开始着手 准备对梁师都的最后一战 这场战役 唐军不仅囤积大兵 而且准备工作做的是有条不紊 首先在大兵团出动之前 唐朝已经派出多股小部队 不断地骚扰梁师都的地盘 还派出骑兵 在梁氏收割之前 四处去践踏梁师都的梁田 结果造成了梁师都的缺梁 并且凡是抓获的梁师都的军人 唐朝都把他们释放回去 这不是唐朝表示什么善意 而是唐朝要用这种方式 离间梁师都的部下 与他之间的关系 让梁师都对这些人起疑心 这个离间计很快就发挥作用 果然反对他的人 一股脑的全都跑到唐朝这儿来 由此可见 梁师都大势已去 唐太宗就此发动了 建国战争的最后一战 他派出了这个柴少和大将徐万军 率领军队来攻打 这个时候突厥得到消息了 突厥的可汗还派来了骑兵 又来救援统万城 但是此时突厥实力已经比较的衰弱 他的军队的战斗力 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唐军在战场上击败了突厥的援军之后 顺势就包围了统万城 对统万城展开了猛攻 您要知道突厥援军的失力 对于梁师都的手下的内心 构成了极大的打击 外援没有了 这城还怎么守 城墙再坚固也没用了 唐军日夜猛攻 梁师都是拼死抵抗 但是梁师都的一个亲戚 发动了政变 将梁师都给杀了 然后开城投降 唐军拔掉了建国战争当中最后的一个钉子 然后在这儿设置下周大军开选 建国战争可以说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不过这不算完 为什么呢 因为拔掉梁师都的目的在于什么 梁师都的势力不值一提 拔掉梁师都是为了打突厥 打突厥才是最终的目的 你要知道游牧民族的经济特别容易受天灾打击 很脆弱这种经济结构 这一年遭受了什么灾害呢 雪灾 大雪即止后 牛羊吃不到底下的草 牛羊大批的死亡 牛羊死了 突厥人吃啥 刚开始吃这些死去的牛羊的肉 最后连这都吃完了 最后又把那些死去的牛羊的骨头 然后磨成粉 然后用水冲服下去 就靠这个 因此李世民得知消息之后 李世民认为 我的机会来了 他派出了大将率领十余万大军 对突厥展开了最后的猛攻 来到草原上之后 不仅四处追尖 这个突厥的这个有生力量 而且在草原上大行离间之机 离间突厥与其他部落之间的这个关系 后来打的杰利克汗是接连败退 杰利克汗向唐朝求和 而李靖认为 他既然有求和之心 就说明 第一他撑不下去了 第二 这个家伙的警惕性一定会放松 我们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 为什么呢 来年水草丰美之后 突厥是会死灰复燃的 所以现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咱们一定要抓紧 因此他精选了一万多骑兵 自己亲自带领 带了二十天的干粮 深入末尾 深入草原腹地 一定要抓住杰利克汗 结果路上遇到的所有的突厥的人 只要被他们遇见 就全部都抓住 带着走 没啥呢 防止他们去通风冒信 这一仗打得非常的突然 以至于一直打到距离突厥的大营 只有十几里的地方 杰利克汗才得知消息 这阵已经来不及集合兵马了 杰利克汗只身逃跑 唐军在战场上一口气 俘虏突厥人多达十余万 一万多人俘虏了十余万人 然后后来 杰利克汗也没跑了 被唐军给抓住了 带往长安 哎呀 你可没见 唐朝是举国欢腾啊 因为一个最大的敌人 最强大的敌人被铲除了 唐高祖也好 唐太宗也好 高兴得不得了 两个人喝的是酩酊大醉 而且借着这酒劲 唐太宗据说还当众 还跳舞 以示庆祝 你就可见有多高兴 从此战之后 唐朝奠定了自己 东亚霸主的地位 后来各国酋长 共同拥立唐太宗为天可汗 原因就在于此 这一仗 是唐朝可以说 建国战争的 最圆满的一个句号 而且从此也奠定了 自己的赫赫威名 建国战争就这样宣告 胜利结束